Hello,大家好,我是西岩 现在打工人做PPT 有了AI加持 用金字塔原则和密系 生成PPT大纲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 但是往往卡在做PPT 不是找模板,就是找图标 反正就是为了高级感的视觉表达方式 讲心导致 说的是不是你呢? 而最近我琢磨出了一套 结果AI做PPT的秘迹 从文本大纲直出PPT 我们一起直接来看成品 就抛开文本内容不说 这个PPT的设计理念 以基建主义布局为基础 构建出层次分明的信息结构 蓝色基调贯穿时钟 多样化的数据可视化 形式美观精妙 用穿插者微妙的色彩变化 强调关键信息 引导观众关注核心内容 每一个视觉元素的存在 都有其明确目的 没有任何无意义的设计噪音 整体而言 散发着专业 克制与理性的气息 他幕后的设计师 就是Cloud Solid 3.7 相信您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How to do it 那我们Let's go 我是契言 在中京工作生活的数据科学家 在这里会用最极简的语言 最直观的例子 分享数据科学 机器学习AI等知识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赞关注 不迷路哦 为了更好的理解和使用Cloud 我做了一些机能解释 想直接看实际操作的 可以跳到这个视频的时间桌 Cloud 以其终于的编程能力 在AI助手领域备受推崇 最新的3.7Sonic版本 在代码能力上 有了质的飞跃 不仅是提高了变成效率 还在UI、US设计方面 展现出令人惊艳的才能 赢得了设计师 和独立开发者的一致好评 作为普通打工人 我们也可以让这位 具备出色、审美的设计师 为我们承担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比如PPT排版 信息整理和视觉优化 连接我们与Cloud设计能力的 关键媒介 就是SVG格式 SVG是基于XML的 矢量图形格式 能创建无线缩放 而不失真的图像 与像素图不同 SVG通过数学公式 定义图形 在任何分辨率下 都能保持清晰 Cloud能够精确生成 和修改这些代码 SVG提供了对图形元素的 精确控制 让我们能创建 专业级的图表和图标 无需专业设计软件 Artifacts是Cloud的强大功能 让AI能创建和管理复杂的内容 包括SVG图形 通过Artifacts Cloud可生成完整SVG 并在对话中持续优化设计 不过 因为XML语言较为复杂 我建议在PPT或Figma中 对SVG进行修改 将会论的文本内容转化为 结构清晰的大纲 是这所高质量PPT的第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因为内容决定了Presentation的下限 再精美的排版 也只是几张添花 第一步 内容结构化处理 将原始文本转化为Markdown格式 通过标题 列表等Markdown语法 明确表达内容的层级关系 根据密切原则 将内容划分为清晰的章节和小节 确保逻辑结构完整 不过不会Markdown也没有关系 可以让AI来帮你完成 Markdown格式的整形 我这里文本大纲的Markdown结构 就是提示词指定Markdown输出格式 让AI指出的 我们可以简单来看一下 我这个文本大纲 封篇都是Markdown格式 层次积极分明 第二步 信息密度予以排版规划 有了结构化的内容结构 我们就可以合理确定 每张PPT应该包含的信息量 遵循一页一重点的原则 避免信息过载 分散观众注意力 回到我的文本大纲这边 我使用Obsidian中的MindMap插件 就可以将Markdown文本结构可视化 内容上一共八个章节 原则上 我计划每个章节对应一页PPT 但对于内容较为丰富的章节 需要灵活处理 例如第二章节 市场细分的内容比较充实 可以考虑分成两页PPT来呈现 这样能确保每页信息量失踪 更易于观众理解和吸收 确定合适的信息密度非常重要 这直接关系到演示效果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在后续制作SVG格式的PPT时 我们是一页为单位进行输出的 而非采用一键生成的方式 这种页面化的处理方式 让我们能够精确控制 免页的内容量和视觉效果 确保整体演示 既信息完整又视觉舒适 首先带来证明 我这里演示用的是收费版Cloud Professional Plan 也就是这里的Pro 因为要提升生成代码质量 用到了这里的Solid 3.7 Extended Thinking Mode 后面会设置到 我们回到Cloud的页面 我们在这里创建一个新的Project 因为在Project页面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统一的系统提示词 来约束输出内容 右边设置Cloud系统提示词 要输入下面的提示词 这个形式可能不太好看 我让Cloud帮我生成一个配图 方便解释 再在Figmark中简单调整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个配图 来拆解一下这个PPT的设计提示词 我们设定角色 让他是一个咨询行业的专业人士 擅长制作PPT 然后结合我们的文本大纲 将其转换成一个16比9比例的PPT 确保内容的清晰专业 并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是极要求这边 麦克星的设计风格 简洁高端 数据驱动 结构指南方面 我们将它每一个章节的核心要点 最多成立成五个部分 如极清晰层次分明 然后就是避免冗长的文本 尽量通过图表可视化相关数据 提升视觉传达 接下来就是视觉设计这边 要求他数据可视化 时间轴 KPI的强调 有个整理 最后就是配色黄昂 这里大家可以根据此的喜好 握公司的颜色 设置PPT的主题颜色 这里还要求他对比度优化 确保高可动性 避免视觉疲劳 接着回到我们的系统提示词 粘贴上 为了生成更高质量的SVG代码 我们选择extended思考模式 接下来就是一页一页 只做PPT了 我们可以先让Cloud 根据我们的PPT标题 生成一个简单的PPT封面 最后一定要加上输出SVG 执行之后 在右边 artifacts就开始生成SVG的代码 全部生成完之后 就能看见SVG图形 接下来就是重复的提示词 根据下面的文章段落 制作一页PPT 下面的文章内容 就是我们需要规划 这页PPT里的信息密度 右边的SVG结果 看上去还不错 接下来同样的提示词操作 但这里问题来了 生成的内容有点堪入目 图形歪了 但是这种小瑕疵 我们可以后期靠人工手动修复 对的 最后需要我们来辅助AI 给它打下手 最后算上引用页 一共11张PPT 我们从第一张SVG开始 一张一张下载 每张都是SVG的合适文件 下载完之后 打开PPT 新建一个演示文稿 创建多个空页面 然后选中第一页 点击插入图片 选择第二个 上传本地的图片 同样上传完所有图片 上传完之后 我们需要把这个SVG 拉伸至页面最大化 重复操作 然后就是需要调整的页面了 我们回到这个丙图的页面 因为每一页 粘贴的是一个巨大的SVG图形 我们需要点击右键 选择 转换为形状 就可以将它拆解开了 拆解后 我们就可以对一个图形 进行调整 需要注意的是 每个图形都不是独立的 而是分布在一个小的growth 或者是block里面 我建议调整的顺序 最好是从block 然后才是block里面的一个个小元素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调整过程了 我直接快进到最后 沉浸式调整 24分钟后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明显的排码问题已经解决 有必要的元素 我也删除掉了 总体上 算是优化了不少 完成度80% 感觉是有了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在PPT中 实现专业视觉设计 一直是难以逾越的痛点 反统的现场模板 在填内容 是种反直觉的工作方式 而cloud设计师 可以基于我们的实际内容 定制视觉方案 让形式真正为内容服务 实现内容 与设计的完美契合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让AI用SVG 帮你做PPT 这个秘技学会了吧 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 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赞 关注 我是戏言 我们下期再见